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的節目 政務官的角色與定位 為什麼要跟大家上這個 因為各位上過次級班了 所以上過次級班 繼續要來上高級班 就是我們接下來 台灣民政務有一個貴貨官 貴貨官 次級班 高級班 還有法理典招 事務典招 之前訓練的貴貨官 貴貨官就是政府官了 我們在高級班的時候 最會跟法理有關係 當然很重要就是 要學習擔任一個政務官 來看一下 那麼到底政務官是什麼 政務官是什麼 你如果是政府官的角色 你要怎麼扮演 那你要做些什麼事 所以就是準備 各位要準備 開始來擔任政務官 這是我的名字 如果上過次級班的話 就知道不需要介紹 簡單講我是咖啡王子 昨天我跟一個在外國 常常在外國 就是開了公司 就是有很多作業 我就跟他談到這個咖啡 就聊得很深很深 今天不是我們的主題 所以我不要說咖啡 我如果說咖啡 我剛才說三個三個講不完 對 講不完 好啦 大家知道咖啡是我的專業 那麼 記得我在2013年的時候 那一年很巧 那一年很巧就是 我接觸台灣民政府 我在年初接觸台灣民政府 然後到4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看 哇 這個網路上來看 看我們的官網 這個應該是快要執政了 為什麼 那個時候美國 他已經有很大的動作 邀請台灣民政府的同行去 參觀他們的軍艦 後來 又邀請台灣民政府 古代美國的四季飯店 那四季飯店通常都很多 是屬於政治方面的聚會的地方 我們也到那邊聚會 但是 畢竟這個是 我們要執政嘛 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既然要執政的話 對現在 當前的 當局 是一種挑戰 不只是挑戰 如果要掛咖啡就是說 我們起來就要下去了 所以這個就牽扯到很多方面的問題 所以他會用極大的力量來對抗 所以那邊那一次剛好出了一點狀況 那麼一直到現在 已經又經過幾年了 在2013年到現在已經2019 1996年了 那麼這六年來 我們台灣民政府重新布局 那現在呢 又走到 也是跟那個時候一樣 甚至更超前 更超越很多了 那麼 有一些 可能各位不急的馬上知道很多 但是呢 我們所接觸的都已經到美國的最高層最高層 我們接觸到最高層最高層 甚至呢 他們也邀請我們去參加他的會議了 所以 這個就是等同怎麼樣 執政 等同執政 那麼事實上 以台灣民政府呢 現在在整個國際 整個國際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跟國際接軌 換句話說 在國際的部分 在國際的部分 太多太多的國家 都已經知道台灣民政府 而且 在國際的部分呢 他不只知道台灣民政府 而且 他們也很清楚 未來要在台灣執政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他們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台灣民政府 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名字 我們的聲明已經演播到國外 不是 是我們已經正式參加國際的重要的會議 高峰會議 還有 也被登載在國際重要的媒體資訊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看得到 所以 既然這樣的話 台灣民政府有幾樣子 各位 你們呢 當然 未來我們的政府官 你要先了解 你未來的角色定位要怎麼做 簡單來說 我們說 我們探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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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做官 學做官 你知道嗎 學習做官 好 現在說到官 這也是官 這也是官 我去 在很早以前 我有去 上過一個課程 那個課程呢 就是有一個官方的 代表 很早 這個可能 一到十年前 他說官至略格 有沒有 他說的就算了 官至略格 但是官有分做一個叫政府官 這個叫事務官 你要先了解政府官 是什麼意思 事務官是什麼意思 要了解 但是 由這個表面來看就很清楚了 政務官就是怎麼樣 在處理有關政治事務的官 不是處理 它不是 它是處理領導有關政治事務的官 這個是在執行政治事務的官 執行 這個是領導 這是執行 與基本上有這種差別 我們往下看 再來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政務官 當川普坐在這邊 他身邊靠近他的人 會不會有事務官 會啦 但是要坐在旁邊 不重要的地方 是在執行一些業務的啦 那麼在他身邊 在他旁邊的人 都是他的很重要的政務官 譬如說這位是誰 這個我們比較清楚 這個好像都很有名 這個都很有名 這個都很有名 這副總統嘛 彭斯嘛 就是最重要的 他的身邊就是政務官 那麼台灣民政一旦執政的話 咦 那我們以後 我們現在 我稱各位為政務官 啊 事務官要怎麼來 政務官是在座各位 事務官咧 要扣起去嗎 沒有不對 所以 康市現在 通常就是說 要接受 政府官的領導 我 思想幾個例子來講 我們把這個 所謂秀 就像是一間公司 一間比較大的公司 比較大的公司 比較大的公司 什麼叫做政府官 這家大陸公司的政府官是怎樣 他也是有政府官跟事務官 比較大的公司 這家的政務官就是在老闆旁邊 總經理啦 什麼 執行董事長啦 還是說這些 他的非常重要部門的負責人 這都是政務官 這些政務官 他的業務主要在哪裡 官吏 在這個單位 我要把這個單位管理得很好的那個官 叫做政務官 政務官 他在這個單位裡面要不要很專業 要不要很專業 觀念要很專業 觀念很專業 但是技術不一定很專業 你負責 你負責對一個事務部門 你負責哪一個事務部門 如果你做得不好 就馬上壞好掉 就馬上壞好掉 換一個過來 這支事務官 因為你的整個作業 要做得很好 我雖然還沒有擔任過正式的 現在所謂的政府的政府官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我們就等同是一個影子政府 所以有一些就是很接近 很接近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 我在一個州 去擔任那個州的一個重要的 政務官人員 在我們現在的州裡面 比較重要的是總知事 對不對 再來有政務知事 再來有事務知事 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一些議長之類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然後我就知道裡面有哪些人 他有事務官的經驗 因為他就是過去管理當局 事務官退休下來 他擔任過事務官 我們現在知道說 譬如說一個市政府 事務官最高的事務官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一個市政府 最大的市長 市長身邊有一些 他的秘書 主任秘書 那個叫做主任秘書 就是政務官的 那如果主任秘書 還帶到那些人 就不一定政務官 就可能是司務官的 因為那些秘書就是在幫政務 這個也就是說主任秘書很會 主任秘書是對誰負責 是對市長輔助 同樣 你現在這個市裡 裡面有很多單位 很多單位 譬如說有民政廳 譬如說有財政廳 譬如說有農業廳 這樣 這裡面一個廳都是一個大陸單位 你知道嗎 這個廳 一個廳 他所負責的業務很大 聽長是誰 聽長是政務官還是事務官 要政務官 對 所以事務官做到最大的 是做到什麼 因為聽算很多 聽的主管就是政務官 聽長對不對 啊副聽長呢 就不一定是政務官 有時候是事務官 反正說 你如果在 我們現在傳統的動局裡面 有可能你 很認真 一直往上爬 一直往上爬 爬到最後就會擔任到 這個主要單位的一個副首長 我是看他那時候叫做 他以前叫做 現在好像叫處 就是聽啦 不管啦 如果是叫聽 就是叫聽長 就是政務官 這個副聽長 有可能是正 副聽長不一定坐的對不對 有可能這個副聽長是政務官 有可能旁邊做的兩三個是事務官 因為事務官最大的可以生成做副首長 副首長當主要的政務官 有時候出國去開火啦 或是業務出巡啦 在這個市政府裡面 沒有人的情緒 如果突然要緊急狀況要處理 就算出頭 副首長嘛 副聽長也好 副處長也好 那麼副首長 這個副聽長 因為開火星 他是代理 代理 聽長 或是代理 處長 代理 所以 這個事務官一直生生生生 最後就是副官 最多是副官 主管一定是政務官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跟你說 比如說有機會 我說你好了 有些人你擔任 比如說我們現在市 台北市的市長 好嗎 好 好 有一天你做我台北市的市長 那麼 當你上任那一天 我們過去有拿一個總詞 總詞 總詞就是 過去這個市長 他是政府官 過期的市長 當他要辭掉的時候 他會把他人帶走 他的人都是廳長 換句話說 你去做台北市的市長 這些聽的聽長 是都送的 送的 送的做政務官 都你的政務官 都是你的政務官 那當然啦 你認真在八 往上爬 爬到有一天 你單純手掌了 你在往上爬的過程裡面 你會從基層嘛 像我們現在的基層 我們有菌 對不對 菌 菌又起來有酒 那我們菌的時候 我們的菌的部分 我們秘司長 就是師匠 你說 你要尊爲的菌手 所以菌手要有一個能力 什麼能力 領導能力 當然一定要領導能力 阻隔能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去做市長 你要不要阻隔 要嘛 你做市長 譬如說你做台北市的市長 來民政廳的廳長 一定是你 你認識的人 還是說你最信賴的人 都是政務官 不會把事務官來擔任 你的這個 這個重要位置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從基層開始往上爬 一路在 一路的過程裡面呢 你也不斷地在培養一些人才 那麼這些人才 他可能都是跟著你 跟著你 那麼有一天 當你做到這個 這麼高的位置的時候 你當然要把這個 重要的位置給你的人 這叫做政務系統 好 那我們 以站在中央的角度來講 好 譬如說哪一天 台北市 假設我們台北市 如果用派任的就對了 派任的就是我們的中央 澳門現在最高的所長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的秘書長 好 現在台北市的市長 要派什麼人 當然是我們的秘書長的 左右手 對不對 他最有信任的 最有工作經驗的 最可以交代責任的 那個人去擔任重要的職務 現在再來 兩點來了 你是政務官 政務官 當然 政務官 就是責任官 你擁有很大的權利 但是呢 你有很大的責任 那不是用義務來形容 你有很大的管理 但是你也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當你擔任 譬如說台北市市長 那麼 你擔任 你犯了嚴重的錯誤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你是政務官 對不對 上面一個命令下來 你這事情處理得不好 已經太糟糕太嚴重了 馬上怎麼樣 走人 馬上走人的時候 有可能你過去 帶到那裡的 你的主要的左右手的人 也要跟著你走 這叫政務官 那麼事務官的話 就不會 就是副首長 好 你做台北市長 所以所謂副首長 譬如說某一個廳的副廳長 這類的就是 當你要走的時候 你自己走 他還是留著 為什麼 他是事務官 大約上 你了解嗎 所以換句話來講 政務官的整個系統 都是自己的人 未來台灣民眾一旦執政 我們的政務官要派誰 聽說現在有一個 這個 過氣底當局 擔任很高的首長 譬如說 現在像行政院長也好 或說某一個市的市長也好 當台灣民眾執政的時候 這些人也不要用 他做得很好的 假設這個市長做得很好的 台灣民眾執政 接政的時候 做得很好的市 我現在講到台北市 要做得很好的 台灣民眾執政 原來台北市的市 還要用嗎 有人點頭 有人搖頭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絕對不會用 為什麼 他不是我們自己的人 他是盡情 盡情留下來 算說盡情不錯 但是呢 你做得好是做得好 但是我們的心有沒有同心 沒有同心 所以我們現在稱呼叫什麼 同心 同心 我們的意思 這些都是他的同心 所以他會把重要的任務交給他們 就向他來擔任副總統 這個意思 好 那可能有一些人你沒有看過 可能他是他的很重要的秘書 那麼也等同是在政務官的系統裡面 這叫政務官 ok 這個也是政務官群 要記得 我這點要讓你們看 既然你是政務官 一定要有個概念 政務官是叫團隊 政務官是自己的人 自己的人 你要不要去效忠他 不要講效忠 要不要服從他 當然要 為什麼 因為他是首長 主要的首長 所以他就要怎麼樣 要配合他 所以 他們在配合的時候 你看一下 大家穿著的衣服 都差不多 對不對 手勢 手勾的所長 也差不多 這樣 所以簡單來講 政府官 是一座團隊 團隊當然要有紀律 對不對 不能東倒西歪 所以 他們都會去揣摩 我們的所長 希望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配合他來做 所以未來各位 你如果是政務官 比如說你到哪一個部門 那當然你要配合所長 配合我們那個單位的所長 他的規定 所長的規定 所長的要求 你一定要照著做 這樣啦 這個政務官 好 那麼剛才我說的 政府官和事務官 重點來 你政府官是要搶事務官 為什麼呢 政府官我剛才有講 你政府官叫做責任官 對不對 你有責任去協助你的 這個最高的長官 就像在美國他的 這些像副總統啊 他們要不要 聽從主管的命令 主管就是川普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川普 那個 譬如說 這個副總統 他當然也是政府官 那麼政府官所帶的就是事務官 事務官就是 做所有的政治事務的工作 那麼政治事務工作 要做得好嗎 你也要做得好啊 你也要做得好怎麼樣 老大就說 你裝不行 還是要換人 但是喔 要記住 政務官除非你去 對抗 長官 所以要記住 政務官一定 不可以去對抗你上面的首長 為什麼 你給那個政務官是誰給你的任命 是我們的主管給你任命 然後呢 你可能理念跟他不合 跟他不合 跟他不合 那 你可以 可以建立 那就是你跟你的主管之間的一個默契 你如果經濟不方便 還是要服從 跟部隊相對一樣 然後呢 你就是要配合著他 配合著他 如果這個政務官 處理得不好怎麼辦 因為川普做很多 我看川普 他真的是 真的像一個政務的一個大主管 所以那邊 有一個他的國務卿 國務卿叫什麼名字 之前 現在國務卿叫什麼名字 我都叫他蓬佩奧 都不叫我忘記 蓬佩奧 之前他也有任命一個政府官的國務卿 對不對 但是那個國務卿後來 把它寫出來了 什麼人應該要離職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首長有絕對的人事權 你的工作如果相衝突 而是理念完全不同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不用你的老闆跟你講說你該做了 你自己先走 你知道嗎 你自己先死 先走 因為理念不同 所以說到這就是政務事務 所以你擔任政務官 你要把工作做好 你一定要知道 把政務 業務事務一定要做得很好 你要做得很好 你要如何來帶領事務官 這個又是一門學問 政府官要來把工作做好 你知道嗎 我們一般來講 不管到哪一個國家都一樣 所有事務官 當所有事務官 當他的主管叫做政務官 要上任那一天 大家都屁屁屁 有什麼屁屁屁 當我們這個老闆 來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現在來到台南 派一派一派一派 有的人新官上任 三百合 燒到雞雞雞雞 所以事務官大家都住 都坐在那裡 我剛才有說到 我之前在另外一個州擔任主管的時候 我去 他現在是政務官 但是因為他有事務官的經驗 他來就把我要講的 我要準備的都準備好小 會把該來開會的人 都安排好小小 也把名單都安排好小小 我要認識一個一個 所以他擔任事務官 他知道 這個首長來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這表示非常優秀的事務官 這個意思 所以 你要怎麼把你的政務業務做得很好 你要跟事務官怎麼樣融合 你要怎麼帶領他們 就是你身為一個 政府官你要的你的角色跟定位 說到不會 你來做事務官 但是呢 沒有地心 還有沒有衛生 對不對 你來一個接衛生 你的事務官 大家已經看在眼裡了 這個主管不行 你知道嗎 大家他們就會搗蛋 所以 你要怎麼來引動你的事務官群 都要配合你 你要不要展 要不要展現你是領導人的魅力 你是主管的魅力 你是大大市長的魅力 要不要展現 要怎麼展現 你要怎麼展現你的魅力 就是你做市長 你要怎麼展現電線 一樣的 我剛剛有講到 政府官的角色跟定位 你要開始來模擬 或是開始來學習 如果不懂的話 像你的上面的長官 請示 你去問 我怎麼做得更好 我相信 你如果做到一個 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就不用問 那就很清楚 所以 政務官 你的團隊 你未來是主管 那你要把你的團隊代法 要不要跟大家怎麼樣 融合在一起 但是融合又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走 角色盯在哪裡 你不可以說融合到很隨便 怎麼會 所以你要展現你的領導力 對不對 從美國 領導力 可以翻譯一下嗎 你的領導力 你要展現 你要展現領導力 要怎麼展現 你要給人家拍手啊 願意配合你 願意服從你啊 你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你給我挺好 用強制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保證喔 你這樓盤的不順 為什麼 他在方便喔 不違法 請我先把你揉後腳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看個人的 這個 但是 我想你在角色定位 你就是要把人帶好 大家融合在一起 好好把政務做好 那就是政務官 啊 事務官呢 就是聽從 長官的命令 我盡量把事情做好 因為事務官你也要擔心嘛 如果做不好 可能不會把他 叫他回家吃自己 因為他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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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得好 大家怎麼樣 融為一體的說 哇 就是很好 這個意思啦 我在過去 我有聽說 我們有一個童心 有說到 當然現在說到那個歐子的部分 我沒什麼話說 因為他們當然是有很多 不和 不和 法理 但是呢 他們過去說有跟我們說 他們有一個市長 有一個市長 他做得很好 他做得都沒工作 他不是沒工作 他工作很多 但是不用他做 為什麼 他的授權 任命都很完整 很好 大家都很願意配合 所以他就很輕鬆 業務工作都做得很好 所以他每天出去 出去東看看西看看 看看哪裡有缺點 長官就是 他手下的工作都已經授權 給他的政府官和事務官去好好執行 這個叫政府官和事務官 好 OK 好 基本上 我們現在是高級班 我們來大家了解一下 你如果說未來你擔任政府官 你大概每一天要做哪些事情 來 第一個呢 你要記得每天要怎麼樣 上官網 看一看 我們官網 就有很多的資訊 很多的資訊 再來呢 你既然是政府官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群體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這麼多人 不可能用一個平台 不可能 你如果 譬如說 不要說我們現在這麼多人 給你三百人平台 你覺得哪 三百個人平台 你今天就看不完 所以我們有把它分成一個平台 一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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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們有中央參議員 中央眾議員 為了有效管理 未來就會變成怎麼樣 中央參議員 可能就是一個平台 中央眾議員 就一個平台 還有沒有中央內閣 中央內閣 有一個平台 主管 主管 一個平台 譬如說 我們中央內閣 譬如說有交通省 那麼交通省也有他的幹部群 未來要管理 有效管理怎麼樣 他又有一個平台 在管理 所以 在台灣民政府很奇怪 你一定要會用手機 那現在手機的平台都用什麼 都用LINE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記得 距離現在大概是兩年到三年左右 兩年前或者三年前 我告訴你 進來的 我們的同心 有七成是不會用手機 不會用LINE的 這什麼 現在每一個人都會用LINE 為什麼 因為你要擔任政務官 你每天要看平台對不對 你要不要加入 要不要去嘗試 測試看看 要不要嘗試做看看 所以平台就很重要了 再來 你要很重要 政務官 聽說你是政務官 你不是事務官 事務官當然 也要了解 但是你事務官是你不可能不去做的 你要去閱讀政務相關的媒體 這個部分是政務官 因為政務官是管理嘛 管理喔 當我們上面講了一句話的時候 你就能夠跟社會結合了 你就了解 譬如說 最近有一個媒體 這個媒體 他有講到 講到什麼 媒體很少 美國在2005年 就派駐什麼 派駐 美國海軍陸戰隊人員 還有其他的 空軍海軍都有 那麼當年 為什麼 2005年就派了 我記得在 在之前 跟所有的 親家朋友說 他們都認為不可能 因為 阿嬤看 阿嬤看 本人在台灣 怕怎麼怕去了 但是 那是他的過程 在那過程 他還不到時候 他就不會穿 最近 AIT已經出來放話了 事實上 我們在2005年 我們就已經派駐 海軍陸戰隊 就已經在裡面了 阿嬤為什麼現在要說 阿嬤為什麼過去沒有說 2005到現在幾年了 2019 15年了 這15年可以引動你想很多事情 為什麼 這十幾年來到 現在他才講 為什麼現在這麼說 當然 國際局勢有關 我告訴各位 其中最很重要 就是台灣民政 因為台灣民政 站在這裡 台灣民政是 合法的政府 連美國都必須要來承認你 美國他不可以隨便給你消滅 為什麼 因為你是依照國際法 所成立的一個政府 是美國的法務部門 給你承認的政府 所以他不但不會給你消滅 而且他希望你趕快長大 為什麼 可以來擔任 來協助他很多的工作 很多美國在管理台灣的工作 所以他希望你趕快長大 你趕快長大 第一個你的身份一定要怎麼樣 合法 你一定要合法 你如果是依照國際法 不可能 他不可能來協助你 所以台灣民政在這種情況下 不斷的 我們透過各種管道 我們整個台灣民政不斷的擴大 以目前來講 我們已經跟國際 跟國際的主權國家接軌了 已經主權國家接軌了 所以台灣民政在現在可以說 全世界的主要的國家 都知道未來台灣要執政的政府 叫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是依照法律 那麼美國他到現在他也認為 也應當要公佈的時機了 公佈的時機了 所以說2015年 他就已經派出海軍路戰隊去台灣 這樣啦 你看這個你就能夠聯想 政務官你看到一個政治的新聞 你要先去判斷是真是假 然後呢 你去判斷如果這是真也好 是假也好 為什麼會刊登出來 他的背景 他的運作的因素是什麼 是你政務官都要了解 為什麼一定要了解 沒辦法 因為你是怎麼樣 政務主管 你如果沒了解 你為什麼要帶人 第一個 我們整個判斷要來自於我們的中央 給我們的資訊 第二個 你對於整個政務系統的敏銳度 要有夠 這樣齁 政務官就是這樣齁 你看 剛才說我們在看我們的平台 這是我們的官網 官網 這個官網我們已經不再講了 因為過去 在這幾年來 過去剛開始的時候 我都聽說 他有看到網路都在刊登台灣民政府 是什麼樣的不好的團體 有的沒有很多 過去 我們現在都做清楚 我們看的話 一定要看台灣民政府 政府式的官網 其他網路的關係 有很多人可以利用一種假的手法 他可以成立他的一個網站 然後去騙別人 譬如說我們現在叫台灣民政府對不對 然後呢 他想說 嗯 我來 我來設一個台灣民政府的網站 要怎麼設 網站可以設呢 你在那個網路會操作嗎 會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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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稱呼你 你會嗎 我告訴你很簡單 因為齁 我這方面 我這方面 有一點概念 台灣民政府 台灣C不夠的 就點抗 有沒有點TW 我不知道 對不對 那我就 設一個 在前面給他再加一個A 或者在前面給他加一個T 加一個什麼 你就可以去申請了 現在民眾看到 台灣民政府他就不管你旁邊後面 他就進去 那個不是我們的官網 不是我們的官網 所以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官網 了解官網 那麼這邊我們有日本語 有英語的部分 那麼 我們的所有內容 你按這邊就好了 所以你打台灣民政府 你 點進去之後呢 跳出來如果這個畫面 你就從這邊 從這邊 就可以進去了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在美國 也有我們的網站 也有我們的網站 來 往下看 好 我想 最重要 你知道嗎 既然你身為政務官 我剛剛有沒有講到 你對媒體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相關媒體 你要敏感度對不對 我今天來談一下 有關 最近 最近看到的資訊 最近看到的資訊 我們在閱讀它的時候 我們來思考一些事情 我們共同來思考看看 好不好 來 等一下 好 這個地方 這個是什麼 大紀元 對不對 大紀元 你有了解嗎 我不是 我不是歌頌它 不是推崇它 只是在我們台灣的媒體 寫華文的 寫華文的 然後呢 我們比較看都懂對不對 現在在台灣的媒體 寫華文的 又能夠跟美國直接連結的 直接連結的媒體 不多 小華文的媒體也不多 來 那麼這個大紀元 我當然對它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各位 你們看到這個 你也不必完全百分之百的信賴 好不好 但是因為我現在 這一個來跟大家來講講 來分享 我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們去注意 結果呢 我們注意到川普上任兩年 政績的盤點 那麼國家安全篇還有很多 總共有好幾個篇 幾個篇 那麼 我剛好 昨天 昨天看到呢 我就把它列出來 列出來 因為剛剛有講到 我們就是 要去 要去 對於政務相關的 媒體呢 我們要去看 要去看 來 他國家安全篇呢 我們來看一下川普 站這邊 有比較正義 有比較正義 沒有辦法一個一個放大 來 我要用黏的 在國家安全方面 川普政府 政府 取得的 關鍵性的勝利之一 是在2017年的10月 2017年的10月 他已經擔任總統了嗎 擔任總統 擔任總統 差不多有1月嘛 已經8、9個月了對不對 他在2017年10月呢 他摧毀了 恐怖子之伊斯蘭國 在於西利亞的 最重要據點 這不用看這麼多 大家戴上 美國 這個太小了 一下 美國是怎麼樣 每天 都要 喔 他只要有說到 美國他基本上 在他們的 這個墨西哥邊境 你知道他們一天 每一天 抓到每天喔 他們抓到的 逮捕回來 竟然都有 一大卡車的非法移民 2018年 財政 逮捕 數量 有望超過去年 就是說 在川普上任這個時候呢 他有做了一些事情 那麼這些事情很重要 我現在說 我們對政治 要不要有一個敏感度 你看到這個 你有什麼敏感 敏感不是管理美國到哪裡 我們管不了那麼多 對不對 但是這個政治概念 你是那個政務官 你要不要想看看 跟我們台灣有沒有關係 你的心要能夠怎麼樣 連在一起 有沒有關係 這很重要 我不知道各位你們看到以後 你有什麼感覺 我們知道他的國家安全 做得很好 這個媒體登載出來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譬如說 對台灣 你感覺 這一篇跟台灣有什麼 有什麼連結 有什麼影響 說得出來嗎 這位童心講得出來嗎 黃主移民 那墨西郭進來是中南美祖 他非法移民已經多久了 很久很久了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以上 很久了 那 對 對 對 沒錯 所以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 我們現在的思考 就是說 一個領導人 他這麼有魄力來做這件事情 滾了十年 過去的總統都沒有做的 他現在要來做 有辛苦嗎 很辛苦 要不要做 要做 為什麼 你再不做的話 欸 一天進來 他抓到一腳車耶 沒抓到的 不知道整腳車耶 一直進入到美國裡面 這些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什麼 脫渡 脫渡 他不能取得合法的身份 對不對 他只能躲在暗處裡面來 他要不要生活 他不要活下去 他要不要 支援 拿不到怎麼辦 用偷 用牆 用殺 對不對 會不會擾亂整個美國 會嘛 啊那個我不管那麼多 沒錯 如果是那些 工作 勞工 他們過去勞工的話 他美國就是需要的 因為不少的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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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這個都講到重點 身為一個大領導人 我當然需要 進口的勞工 但是進口勞工 你進來一定要怎麼樣 要能夠控制得好啊 不可以亂啊 對不對 啊你現在 他現在全都用脫渡進來 齁 中國就會喊亂 台灣目前也是一樣的 很多外勞有沒有 外勞在台灣都知道 偷跑 因為我有請過外勞 我知道啊 有一天我不敢請 真的齁 只好自己來比較好 為什麼 他們進來 他的企圖我們都完全不懂 我舉個例子 我們的東西都會一直 種 有價值的東西都會一直沒有 人到哪裡也不知道 他說怎麼樣 我告訴你很簡單 如果他們已經是集團化 已經集團就是說 假的偷渡者都變成集團化怎麼辦 他們就這樣 掩護嘛 他就白天很乖 幫他清理裡面 一吋一吋就清喔 聽好 一吋一吋 清是在找什麼 黃金 有價值的東西 靠靠勒 晚上一通電話 就有 戒靈車 就有人坐戒靈車來 就全都在走 你是不是找不到 我真經 我一講這個 因為時間不能講太多在這裡 我曾經在我們一個附近 距離我那邊 差不多 不到一公里一個 一個我們的家鄉的 附近的居民 都很認識 他有一天說 哎呀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找到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我當年在馬祖 當兵的時候 我用那個穿雞鞋做個秋季 那我做的我做的我做的嘛 造型我做的 那是什麼東西 怎麼那麼巧啊 剛好在那裡 我看 這不是我的東西嗎 怎麼會跑到這裡 跑到將近一公里的地方 因為 那個外勞進來 他們就設法拿到 看他這個好像有價值 然後他們有 會拿給他們的 這個 同好 或是集團 我不知道啦 反正東西就這樣刷出 這是我的親自的經驗 我不要講太多啦 所以一樣的 如果今天川普不好好處理的話 美國會怎麼樣 越來越弱 而且會亂 會亂 所以 有魄力的政府 領導人 他一定要做好這件事情 現在說這些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啦 有關係 不然你說我聽聽看 蛤 沒有啦 我說他做這些工作 像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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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對台灣有關係 我告訴你好不好 這就是政務 關係 特別特別的大 而且大到很大 大到絕對性的影響 為什麼 川普 他能夠在美國施展這麼大的抱負 美國 這個很多地方 他要 讓他變得很好 所以他講這句話 我要讓美國再次強大 所以做很多事情 好 做這些事情 非常有成效 非常有成果對不對 有這麼一個普通人 他不是跟美國國來的事情 他還有海外的事情 海外裡面跟美國有一個很關聯 很親的 有一個土地叫什麼 台灣 對不對 他既然能夠處理美國 國內事務這麼有炮力 而且他講到他是要 上帝 公平正義 那麼今天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不是有公平正義 我們被美國的對待 因為美國來佔領我們 之後他就看不到 條約上就明明寫著 台灣是你的佔領土地 但是你就偏偏看不到 然後就來了一個叫蔣介石的 來這邊管理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就不講了 這70年來我們像你說 那我們等同是奴隸一樣 那這個時候 美國你是佔領 佔領者 你要出來啊 這是跟國際法有關係 講那個部分 等同是怎麼樣 這個川普 我叫稱呼他叫川普大帝 他跟台灣一定有關係 一定要進行台灣的事情 這個所謂不公平不正的事情 他一定要協助台灣 所以最近有沒有一連串 什麼什麼台灣旅行 什麼一連串出來 我跟你說他已經開始出手了 這些台灣旅行也好 這些跟台灣有關係的 什麼國防涉潛法也好 是誰才開始 川普開始 真正沒有 所以他這個川普大帝 對台灣的影響 會不會很大 因為我有看到他這個 我知道他一定會執行 什麼時候執行我不知道 即使我知道 我也不能跟你們講 對不對 因為這個牽涉到奇密的事情 往下看 剛才這份 他這個所謂的安全篇 他有舉例很多 在這裡 然後我就把它放大 好 好 大師看一下 他摧毀伊斯蘭國 哈里花祭典 這個叫做什麼 ISIS 對不對 ISIS IS幾年 歐巴馬那時候真的有 歐巴馬怎麼 整個過程裡面好像 對ISIS好像拿他沒辦法 對不對 對 欸 川普咧 他怎麼好像很有辦法 有沒有 看這個 2017年的10月 川普表示 美國領導的軍隊 已經攻下 被恐怖指示 ISIS 所佔領的 希利亞 這個重要叫 LACA 那麼LACA 現在由美國支持的 當然美國的力量要進來 希利亞的民主力量 那麼來控制 那麼這是伊斯蘭國 2017年的7月 丟掉 你看看喔 一上任不久 他就開始處理這些事情了 那麼 位於伊拉克的大本營 就是摩蘇爾 那麼之後呢 又失去 又失去 埃及 埃及斯又失去 埃及西利亞的一個 重要的祭典 所以埃及斯 他稱這兩個主要的城市 叫做哈里花 的一個祭典 也是他們可能自稱叫哈里花 這個意思 來 好 那麼 在川普這一份聲明中 他說 過去幾個月來 我們 和我們的聯盟夥伴 在擊潰這些邪惡恐怖主義 就是他在伸張他的正義的力量 其他比過去幾年的進展都很多 那麼 這個國防部長 之前的國防部長 馬迪斯 那麼在2018年的5月 美國已經 轉向針對埃及斯 實施謙媚戰術 就是要整個把它謙媚了 這個 差不多2017年 到現在就沒有到一年 那麼下一步呢 將是穩定該地區 來 2019年 最近 3月26日 白宮宣佈 曾佔據伊拉克和 敘利亞土地的埃及斯 已經失去 在敘利亞所有的據點 川普對現了競選時的承諾 川普隨後呢 向記者展示 一份 標示 埃及斯基典的地圖 最新的 地圖說明 這個發令 阿里有發號 埃及斯 已經在昨天晚上被簽媚 就是 他展示就是這一張 這張 這一張 OK 好 再看一下 因為我要藉這個地方 讓你也順便了解一下川普 因為川普他 他在整個全球也好 或者未來對台灣也好 未來對我們也好 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大概看一下 那麼 川普在2018年的1月 他就是剛好差不多一年的時候 國情諮詢的時候 就宣佈 將重建美國的核武庫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說呢 美國國望的一部分 我們必須要重建我們的核武庫 並使其現代化 希望永遠不必使用 因為 你就是要有 建立足夠的 強或有力的 武力 他才能怎麼樣 才能抑制 惡勢力 才能夠 創造和平 但要使他 變得非常強到 有震撼力 以阻止其他國家 和個人的侵略行為 來 來 那麼推出 這個 中程的 核飛彈條約 各位 我把這個放大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這個有沒有 是不是很髒 因為我跟大家說一下 那不是調高原的 所以我看到這個資料很好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結果 因為我在開的是咖啡店對不對 咖啡店有時候 我們在用餐的時候 就把報紙就拿來鋪一鋪 在上面吃東西了 所以把我弄 我一看這麼得了 我就趕快擦一擦 等它乾的時候就把牠拍照下來 這樣啦 所以看起來有點髒 沒關係啦 來 來 2018年的時候 川普政府宣布 除非 除非俄羅斯採取措施遵守條約 否則美國將在60天內 退出中程核彈條約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做 因為他們過去 美國他是有遵守條約 遵守條約 那麼限制他們的一個 這個核飛彈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那個製造 但是呢 他遵守條約 但是別人不遵守 所以 只是我自信 我懂得退出 所以他是一個 很有魄力的一個總統 來 那麼根據法武的智庫戰略 暨國際研究中心 他們稱 中共已經部署了 至少八個 八個 具獨立操作性的 活動力飛彈系統 所以川普 他會很緊急 要趕快處理 有效的射程在500到5500 5500好像可以 射到美國了嗎 可能是將近了 但是已經很遠了 來這個是中程 飛彈 如果以後是遠程飛彈的話 一定就可以 所以川普要怎麼樣 趕快這個時候 他要趕快起來救美國 那麼過去的 過去的政治為什麼不去救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想評論 我們內心知道 但是我們不要去評論 OK 好 那再來 有關網路方面 他又允許金方回應網路戰 來 現在美國網站司令部 網站司令部 現在不需要經過白宮批准 就可以在網路空間 進行自主攻擊的防禦 因為一個有效政府 他的整個政策 整個政策都要設定得很好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政策被不當的勢力來怎麼樣 來掐住的話 反而會害了美國 所以川普呢 他這個時候呢 就怎麼樣 主動的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川普呢 在2018年9月簽署了 自2003年以來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對不對 第一份 第一份 十幾年來 第一份的全面殘述 美國網路戰略的 國家戰略的 這樣的一個雜誌 OK 那麼這樣一個雜誌 可能後面還有一段 這個可以亂掉了 這個都很亂 這一張是什麼呢 美國人民希望我們的國家 成為世界上各個方面的領導者 包括網路空間 該戰略旨在 確保美國網路的安全 這是接觸到他那段 現在這個都在這裡 這個都在這裡 他就是說 墨西哥邊境的中美洲難民 湧向美國國家 拍攝真的很多 所以川普他當然是一個 政務的主管 他一定要處理 處理一些事情 能夠保護美國的安全 這是川普的個性 再來測出伊朗的核協議 川普 去年發生很多重要的事情 川普在2018年的5月宣布 美國測出伊朗核協議 該協議的正式名稱叫做 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根據該協議的落入條款 伊朗可在不到10年 因為他必須要測出核協議 你如果沒有測出核協議 要怎麼呢 伊朗在10年之內 他會安裝了4000台先進的離心機 那是跟製造什麼 產生核武的原料濃稅有關係 所以如果他不測出的話 他們的協議是怎麼樣 要幫助伊朗 幫助伊朗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伊朗他就不斷的在怎麼樣 安裝這樣的一個 這個原料濃稅有 所以對美國的國防 國家的安全就產生了問題了 那麼專家估計到了那個時候 10年後 得伊朗的政權將能夠 在6個月內獲得核武器 所以他 川普他要有魄力來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 來 這個是 看一下 發展並不靠跨在協議中 這是伊朗的協議 而是由聯合國另一項協議所管 那麼這意味著 若伊朗在發展飛彈技術的方面違規 違規的話 就像現在的蘇聯也在違規 那麼將與其是否遵循和協議無關 他在發展他的技術 但是跟他們的協約的內容就沒有關係了 那我們將實施最高級別的經濟制裁 川普在5月8日 在白宮發布的聲明中 表示美國不會設核額詐的甲齒 這是最主要不是跟你說 這是要讓你了解川普的魄力 川普每一項事情都很有魄力 所以未來對於台灣 對協助我們也一定很有魄力 這是他的個性 加強邊境安全 川普競選的核心承諾之一呢 就是邊境安全 那麼過去兩年 川普在他的權限範圍內 從國外面的努力 以對線承諾 川普基於以下的原則呢 宣布邊境安全和移民的改革計畫 來 那麼對於8個 異資深恐怖主義的國家 川普政府發出臨時旅行禁令 我們在哪裡限制穆斯林國家 來 以嚴格的移民的審查 所以 這麼一個偉大一個 這樣一個領導者 他們現在在美國的整個民調支持力不斷的上升 不斷的上升 OK 這個剛剛那個 這個剛才已經講過了 來 等下 好 那麼 川普呢 採取行動懲罰 庇護非法移民的城市 所以他很有魄力 因為這些城市 限制當地職務法部門 這些國家如果沒有處理好 會產生很多問題 為什麼呢 這些部門 他們來刻意 這些城市刻意來限制職務法部門 當局之間的溝通跟合作 結果這些城市怎麼樣 在把握非法入境的一些 這個入境的人 他免於這個被驅阻 所以川普他要處理 很堅決的要處理 川普希望彌補移民法的漏洞 這些漏洞呢 使得移民 庇護制度被濫用 造成了移民法庭 激壓超過80萬筆案件 所以 川普他是一個這麼有魄力的人 這要讓大家看來 了解川普的個性 那麼他對移民的海關執法 局的雙榜 ICE主要是處理美國境內非法入境的犯罪分子和難民 這個本來這是他們國家ICE 就是美國移民以海關執法局 就ICE 本來他是在處理美國境內非法入境的犯罪分子和難民 但是川普的行政命令呢 扭轉了歐巴馬時期的政策 他用行政命令來處理 歐巴馬在執政期間呢 大力的說說ICE就是這個 對移民的執法力 等同在保護匯法移民就對了 使得大量的匯法移民呢 免於被驅逐出境 這是我們看這邊來了解美國 他在川普主政的時候 他的國內有很多很多的困難的事情 那麼川普呢一件一件的來解決 邊境牆的部分 這個本來都知道 他目前有3200公里的美墨邊境 那麼大概只有1000公里有屏障 那麼長達4000公里的美墨邊境呢 沒有任何的障礙啦 所以川普呢他向國內要求 我們這次要看他的魄力 他把國內的要求呢 希望他能夠撥款57億美元 他要來興建550公里的邊境牆 那麼結果呢 不過由於民主黨的佩戈 在2019年的2月15日呢 川普在白宮宣佈 國家要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將投入81億美元 在美國南部邊境 建造堅持的隔離牆 川普在當天簽署的行政命令 所以在不得已有情況下 他就用所謂的行政命令 總統的職權 我們知道說他現在不斷的在進行 好 那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我們在 在現在FB都很容易看得到 他這邊就是白宮嘛 白宮 好 那麼這裡面有講到 特朗普總統在白宮主持的高階軍事領導 我這邊要特別強調 為什麼這個時候呢 他非常的注重 因為他整個改造整個美國 那麼主持這樣 軍事領導人進行簡報和晚餐 這邊我們看這個很重要 來 他說呢 我們正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正在重建我們的軍隊 所以說我們看他的破例真的是不簡單 所以大家看這些 我是希望大家來了解一下 川普他今天有偏業 有偏業跟台灣有關的嘛 有台灣的關係 他現在一項一項都做好了 美國很多事情他一個一個處理 在國際的事情 一個一個處理 都處理得很好 那麼剩下最 最 可能在他認為比較困難 或者說 剛好排列在這個時候 那些都處理好 還要處理 處理台灣的問題 這是跟我們呢 有切身關聯的一個問題 好啦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很好 Và現在我 кажется 在這輪енд修高 那我沒有未試試 我們時間逝遠 o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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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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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